廣德二十一號再度歇業 高溫殺菌晚盤餐具 事實上雖然店內衛環保局 有來消毒過 但為了保險起見 廣德又再請外包廠商來消毒 環保局一次 我們昨天請台北公司下來消毒 昨天消毒完了 今天消毒完畢之後 所有的餐具全部又再洗過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開門 會這麼著急 是因為業者沒有在第一時間被告知 是被匡列在染疫者到過的商家 而是看新聞才驚覺 民眾也大感不解 認為店家是看了新聞 才知道真的太離譜 民眾也大感不解 我覺得政府給出來消息 一條是非常正確的 不然怎麼可以說服我們一般民眾 說我們這樣平常生活的範圍 到底是安全還是不安全 一條一個五小時一個兩三小時 那其中他遺失了兩個小時跑哪邊去了 案八六四護理師丈夫足跡公佈 指揮中心指出他十二日中午十二點到下午五點 都待在廣德海鮮餐廳 但餐廳調位監視器 證實兩點多就打烊了 那麼其餘消失的三小時護理師丈夫人去哪了 後來就是他就到原來他上班的地方的宿舍休息 對於擠牙膏市的醫療資訊民眾都心惶惶 對於擠牙膏市的醫療資訊民眾都心惶惶 面對疫情資訊的不公開 不透明 幾一點說一點 民眾都提心吊膽 不知道哪裡又會出現防疫破口 記者 這是展望夢節桃園採訪報導